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你潜藏锋芒并不容易 但我还是瞧不上我 我知道 便算千山万海倾覆而来 我只孤身迎去 若无此般气魄 怎接得出北梁 谁说要接那边了 若有一天徐霄不在 北梁大乱 想没想过取而代之 我在 北梁就不会乱 出来吧 瞧瞧 看不上你 谢谢 什么意思 刚才那气氛 你怕他出手 才故意弄点动静出来吧 不过你不用担心 他不会出手的 胡说八道 我那时不小心 他出手才好呢 我还能补你的 听说今天谁输啊 输呢 输液损毁这钱是不是得算你头上啊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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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盒 去哪儿 钱盒 心情好点儿了 宁阿梅这人挺实在的 你找个理由 把他给放了吧 刺杀这事儿还没完呢 再有下次啊 没准就能猜到背后是谁了 陈之报这人啊 精彩 绝艳 就算是我 也未必能赶得上他 那你是谦虚了 他是有手段 你才是真心机 你要智障北梁 第一个要收复的就是他 难度不小 我就是一普通顽固 哪儿接得过这么大的棋啊 而且你不刚说吗 下一轮刺杀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到 我还是先活着吧 到了灵舟就该倒闭了 到了灵舟就该倒闭了 怎么 我做错什么了吗 我做错什么了吗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我灵舟一行是为徐凤年二群 这天大的祸事不该连累你 不关你做什么 我都愿意在你左右 我都愿意在你左右 林哥哥 你信不过我吗 你信不过我吗 不是 我只是很感动 我只是很感动 我都愿意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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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进去啊 说好的 做完护卫 再进厅朝铁人 我用那么死板 现在怎么去 现在就进去 等我一会儿啊 什么东西啊 烧鸡 为什么扔狐狸 走 咱们进去吧 快点儿 我带你上路 快点儿 我带你上路 快点儿 我带你上路 快点儿 一楼是天下入门武学三万卷 你估计看不上 三万卷 二楼有阴阳学纵横学四千古本 外加四十九件齐兵利器 三楼是宝典秘籍两万卷 算是高深武学 四楼都是古玩齐十 你估计没兴趣 五楼六楼你先别着急上 我得跟徐骁说一声 这么多武学秘籍 你怎么不会武功 书院里全是道德文章 娇衰混蛋少吗 那不是一回事 我懒 王府世子 吃不得苦 手无腹肌之力 军众怕是不服你 你也想劝我接受北梁 你接不接手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就好 行 那你慢慢看 我走了 对了 得跟他打招呼 喂 爷爷 喂 爷爷 刀借我用一下 天干物躁 小心火烛 天干物躁 小心火烛 别敲了 徐凤姐 你这是要造反呐 赤子驾到 丁道 这项有礼了 这位是魏爷爷 你将来找不着书可以问他 这位南宫仆业 来看书的 南宫 北莽诗家 徐骁知道的 这便无妨 那我走了 世子 你回几日 不上楼看看你师父 现在还不能上去 为什么 刺杀一事乃是有人布局 没解开之前 我没脸见他 师父 你不是没洗五吗 你不是没洗五吗 我师父不教我洗五 那教你什么 下棋 就 就 就 这 这 这什么眼睛 这么大 这什么眼睛 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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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眼睛 你怎么搞的呀 把成大德车折的空间 这家伙伐是成大德 这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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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林 对对对 他们家清州 找我天生大权 这这太快了 可这一公公又不是啊 这这什么呢 您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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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林某心里有话 不吐不快 劳烦诸位 刘步 徐骁 名为北梁王 实乃国贼 狂备无道 天人共诸 这是啥庭的罪啊 其人 凶残暴力 却也立过战功倒海罢了 最令人不齿的 是徐家底子 徐凤典亮 参见的浩瑟 独如蛇蝎 如此豺狼之心 尽狭斜辟 实为我北梁第一人祸 天下第一贼子啊 正好 正好 一块出门啊 不去 听说有人当街骂我呢 真的 骗你干嘛呀 而且说这人文采不错 骂了好几个时辰了 不太重样呢 我不信 当街骂你 腐牙早就抓走了 骂人的可是 当潮的炭花狼 虎牙不敢管他 当潮炭花狼 跑来临州街头骂你 对啊 千载难逢 赶紧赶紧 那我得学亮句 走走去 老黄你去干嘛 我看热闹啊 老黄就喜欢看热闹 不是骂你吗 你这么高兴干嘛 我也喜欢看热闹啊 快快快 人们一会儿骂完了 走 唐有首盗君子 痛人世流毒 怎能袖手安坐 你说什么呀 自当愤怒 一味无道 仗义而言 持剑无心 林哥哥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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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花了 是啊 多谢 诸位 这功能哪儿不错 我想问问她 知不知道这瞿凤 这都无耻无能之辈 它为什么可以祸害林中 说说 造成如今这局面 说到底 还是要回到徐霄 这贼子身上 胆子够大了 国之礼 诗书典范 皆扫底大 徐霄 老黄 你觉得怎么样 这 这骂得不好 怎么不好 听不懂 这骂人不骂娘 没劲 那我黎阳潮心腹之患 窃国之贼 出什么事了 不是人呀 你压着我了 人家耍我压断了 我马车没有动过呀 你先醒 你先醒 手 我的手也点射了 我没有动啊 没动 大家都看到了 我的马车没有动过 大家都看到了 我的眼睛会压瞎了 你不是压到腿了吗 这眼睛又怎么瞎了 头瞎的 这人我认识 老许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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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人呐 瞧瞧 你家多可怜啊 徐小子 走走走 咱们回家了去 我这儿没不烦呢 老许头 人家是当愁烫花 咱是什么气氛 你还要不烦呢 你还要不烦呢 这还要不烦呢 这斗的过人 批不然 那儿大神就 你怎么办 他就得吃官司 就不大御 这还都财 各位 别傻了 你等等 马人的小子 在哪儿呢 喂 你这人比 谁 谁 你住手 没有北梁军 这天下 没有现在的太平 受了太平恩惠 也不想着感恩 不要脸了 你们 徐小子 你别碰我啊 我的眼睛被你碰瞎了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走走走 咱们回家了 不好意思啊 咱们回家喝酒去 没什么意思 怎么还有这样的 没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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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说太话了啊 那快走吧 要一会儿 现在怎么办 抓走 快走吧 我来抓人喽 读书人自有心胸 竟然骂都骂 不如直面过嘴 方姑娘 我们去北梁王府 当面赤马徐方元 好 刀山火海 我都陪着你 别跑 别跑 老黄堵了 抓住没有 马上马上堵了 鸭子都抓不住 笨蛋 确实笨 得拿个东西 拿个东西 别跑了 打仗打他 真瞎子 你又怎么知道 我在晃手呢 都扇出风来 拿 抓住了 炖着吃 屋里有酒 交给我 交给我 出风在那边 好嘞 稍等啊 这少爷上 两三年没见 我猜你就去成亲去了 我想啊 哪家丫头这么倒霉 下给你这个小婚情 真想到 还真叫你给骗着了 丫头不错 听说话 就懂事 这句话骂得好 嗯 我不是 我没嫁 信许的 你说话呀 没成亲呢 还没成亲就过门了 那人家父母 能同意 没过 没门 他父母都不在了 那你得好好对人家 千万别伤到姑娘的心啊 信许的 我俩的事先不说说你呗 怎么就我们俩的事了 老许啊 这两三年没见 人也大方了 还肯杀自家养的鸭子给我们吃 我没养鸭子 那我刚才抓那是什么 邻居家养的 过来串门 老黄 什么事啊 拔毛呢 没事了 记得放言 不要紧 你抓的 你赔钱 活该 好 何东邻家 登门造访北梁世子 何东邻家 登门造访 北梁世子 林家民室在此 怎么不人见民室啊 我们再等等 徐氏林家的民宝 经到了门房 赶回去通报了 好受无礼 五夫门下 懂什么礼数 来喽 跟少爷上跟咋喽 好 来来来 到吗 拿开 怎么了 抢什么呀 鸭腿 好 好好好 姑娘 吃 是 徐晓达 你可别再瞎混哪 取点手艺 开个铺子什么的都行 可别让人家姑娘受苦吧 好 知道了吗 吃你的鸭子 好 何东邻家 请见世子徐凤妍 你就是那个马戒的唐花 若是你家世子不服 可由我当面鞭骨 世子不在 你开门让我们进去等啊 你是老兵呀 锦州十八老子营 鱼骨营出来的 你 打过不少仗 可不是吧 当初诸国乱战 大小战衣差不多我都撞上了 不说了不说了 现在天下平定 说这些干什么呀 那徐晓达看着不着调 心气是好 你没看错人 那是个会过日子的马 这丑小子 这丑小子 要不回马车上休息一下吧 徐家没有礼数 我们要守住本分 不跟着 林哥哥 你为什么 如此痛恨徐凤年 如今北梁三社 只知徐自棋 不尊朝堂人 这便是天下的心腹之患 徐凤年这种恶贼 一旦掌权这天下 这天下又将生命涂毯 若我会 定要亲手杀他 为天下消愁隐患 他不知道你是许丰年 他就是老许头 我是许小子 这样挺好的 他为你们许家出生入死 如今却这般田地 你们欠他 是 是 许家欠他们 欠他们 所以只能还他们一个太平盛世 为什么不告诉他 你就是北洋师子了 这个世界上能有这么多人 好好活着 是因为他们这批人死了 伤了 残了废 所以我这个世子的身份 在他们面前什么都不是 我呀 就是一个魂球小的 不打仗 真好啊 这不是骂你那探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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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林探花当面 刚刚弄事那老头 就是他带走的 就是他带走的 囚房百量世子 那怎么不进去啊 徐家无礼 懂什么代课知道 好 好 他们花的名字都不接待 下班 他们送的校面有什么用 来啊 进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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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干什么 好看 好生羊 老黄 张爷 看上了我帮你说没呀 估计你说不成 好好地问老黄干什么 我说的是你 你最好 做什么 去找青鸟 让它到湖边等我 不去 钱都收了 去吧 不去还我 我 阁下可是王府中任 算什么 看阁下也是读过书的 可是我黎阳长第一模头是谁啊 徐霄呗 既知徐霄之罪又何必投降 也不算是投降 主要是我爹住这儿 没办法 令尊是徐府幕僚 没那本事 府内护院 腿脚不好 护不了院 那 或许是管家是留 好了 阁下竟然常在府中 可曾见过世子徐芳妮 竟上见 那你觉得他为人怎样 不怎么样 有点混蛋 没有想到阁下身处险地 却也敢仗义直言 来啊 我李阳朝 就需要你这样的年少有志之士 才算是有了希望 不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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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阁下 常在府中可否 细数一下 这徐芳妮是如何贪言好乐的 不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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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来来来 怎么不信徐芳妮 像这种浪当子 一定要是强呼呼呼 才会出现 沉住气 坐啊 人还没到 不急 你不是找徐芳妮吗 你还等谁 没错 我就是在等世子徐芳妮 我就是 他说什么 他是他就是徐芳妮 你是什么 北梁世子徐芳妮 烫花也是调皮 心口不一啊 刚才在街上假装骂 我没想到内心 对我评价如此之高 我评价什么了 我离阳朝就需要这样 年少有志之士 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你这是徐芳妮 你觉得在这王府里边 还有别人敢冒充这身份吗 那你刚刚是在戏弄我们呢 你们要进王府 我领你们进府 你们骂徐霄 我帮着搭枪 你们要见徐芳妮 我准备了胡编雅坐 请问戏弄二字从何谈起啊 你虽然隐瞒身份 就是一血见诈 不必口说 智掌 你若是徐芳妮 那么敢问你知不知道 如今北梁已成伟大步调之势 你们徐家占据三桌 还把控兵权 到底是何局行 徐芳妮 你若上有一丁半脸的趁伤之心 应该反共自行 刚才那姑娘 你跟她说什么来着 不必口舌之争 那你这不是口舌之争是什么 唐花啊 骂人啊 还是得骂娘 你 看来你是不会凡然醒悟了 你这个人啊 虽然是劣迹斑斑 但这个胆子确实不小 女人见面 身边也没个父母 就不怕 被人暗杀吗 敢在王府中行刺 那这人胆子也不行 为天下人 活出性命又如何 险贼 受死 你这不是执法 的确不是 也不是剑法 你这是枪法 我一直怀疑徐霄 在我身边藏了高手 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你 你带他们进府 就是为了用他的剑试探我 身边人嘛 总得知根知底啊 万一我要是不会武呢 我那么聪明 怎么可能猜错呢 你是暗子还是死士啊 为何不问王爷 问了就没意思了 他藏在我身边的人 要自己找出来才有趣 这次还得感谢二位啊 行刺是我一人的事 跟林太华无关 是吗 林太华 她说行刺是她一个人的安排 跟你没关系 是真的吗 你要知道在北梁对我行刺 重刑拷打是逃不掉的 不出多久呢 他们就能把你的皮 弯弯整整地扒下来 挂在墙上 随风摇曳 也很是灵动啊 我 所以你最好想清楚 再回答我的问题 这时候没有关系 是吗 是吗 世子可以细查 我是在北上的路上 才认识这个房姑娘 真正的萍水向往 其实我也是被她欺瞒的 我完全不知她的蛇蝎之心啊 那你把剑捡起来吧 是吗 世子啊 我真的没有刺杀之心 我可以对天启示 老黄 居然欺瞒当朝叹花 何其恶毒啊 是啊 这个女人阴险恶毒 拿着 我真的没有刺杀之心 我不是让你拿她刺我 我让你杀她 把剑拿稳 走过去 把剑拿稳 对准心脏 一剑刺穿 记得避开肋骨 挺容易的 你试试吧 人皮风干之后 挂在墙上 真的很好看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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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骗了你 我自有应得 动手吧 十四五五错了 我糊涂 我疏毒到狗肚子里去了 徐家为国之干城 我不该胡言乱语加以辱骂 我无耻 我昏昧 我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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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的 我该的 该的 该的 不敢杀人 不敢杀人 读书人嘛 可以理解的 多谢世子体谅 别打自己啊 骂个人嘛 又不是行刺 不要紧 多谢世子宽呼 不敢杀人 敢不敢打人 他骗了你 你要不要打他几下 出出气 也可以骂几句 那骂完之后 还用打吗 随你喽 你这个妖女 竟然居心叵测 林某涉事为深 竟被他欺瞒 你一路之上 还多次诋毁世子体 才让我心上误会 你简直 你简直是 简直是 这种时候都不会骂娘啊 我会 好 辱之娘亲 不识欲忍呼 行了 好 真是看不下去了 这男人刚才所言所行 你都看见了 心里怨不怨他 是我骗了他 要打要骂 也是理所应当 不愿 女人啊 男人啊 林达娃 我现在相信你 跟这次自杀没有关系 把他带去吧 怎么了 你害怕 你一走林达娃又刺杀我 没事了 去吧 好 好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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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